こんじゃこんばんは のぶぱぱです 一緒に関していることは この動画の課題は 私たちの解析の脳補含量は この動画の游戏以来最高 以下、私たちにも整理出 日本の網路上の多く主流の観点 最後に、私たちの独家解析 私たちの解析を見てくれて 最後に、私たちの解析を見ていることは とても、私たちの解析を見ても 説明したいときに、 全ては、私たちの解析を 解析、解析、 そして、私たちの解析を その時、私たちの解析を ある種類似で、私たちの解析を 構成することがある とても、それぞれの解析も 全ての解析としても その時、私たちの解析を していることができると もし、私たちの解析を 作為、私たちの解析を では、始まろう 仓路 なあ、私たちの解析を 日本の話がある 、時々は、私たちの解析を 口耳相传之后逐渐被妖怪化 如同狸猫妖与猫妖一般会幻化成精 鹿在日文中发音sagi与诈妻相同 因此戏中的苍鹿男也成为了诱骗majito的角色 因此在戏中才会有 苍鹿男与majito争论所有苍鹿都是骗子的桥段 majito为什么要自伤 我们可以看见在刚进入学校的majito 就是坐着车子上学的附加子弟 而且他也无需参加勤劳奉饰就直接可以放学回家 什么是勤劳奉饰 由于二次大战的关系许多资源食材大量消耗 因此无论大人小孩都必须投入大量人力 进行医务劳动与生产 因此不需要参加的majito 当然会被其他同学排挤讨厌 熟知父亲性格的majito 一方面为了获取大量的关注 另一方面可能是利用父亲会施压的性格想报复同学 在戏中一开始的majito虽然彬彬有礼 却也十分压抑冷淡 失去母亲又缺少父亲关注的他 其实内心也充满了愤怒与怨恨 工人搬运的东西 某个桥段是工厂的工人搬运着零件到空着的空屋 这个零件就是临时战机的驾驶舱盖 而这也是家中经营战机零件工厂的工情剧本人 而时实际见过的场景 异世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虽然依照戏中的描述是大叔公所创造的世界 但依照majito与母亲himi 可以同时出现在这个世界 代表这个世界是没有明确时间的概念 也可以说是所有时间的汇流处 并且在华传人与瓦拉瓦拉的世界中 有描述与暗示灵魂转身之类的主题 而且在题五的台词中也有提到地狱一词 可以推断这个异世界的原型就是日本文化中的常识 类似于冥界的存在 灵魂与时间汇集之处 在我的灵牙之旅的影片中也有相关解析 虽然第一处的地点比较像冥界之类的地点 但后来前往的鹦鹉国又是不一样的氛围了 此世界的象征是地狱 另外还有一个明显的提示 那就是在Majito进入塔罗之前的长廊上的拱门上刻有 Fegimila Divina Bodestate 此为但丁的神曲中 地狱片里地狱之门上所刻之名文其中的一段话 其中段的三行是 正义使我崇高之造物主行动 神圣的威力 无可别迷的智慧 与无上的慈爱将我创造 此三行叙述着地狱时有三位一体的神所创造的 这段话出现在此也就表明了此为前往地狱的入口 嗯...虽然是这么明显的地狱 但前提是要你本来就懂神曲文文啊 由于课的这段话也仅只有神圣的威力与智慧 还缺少了无上的慈爱 这很有可能暗示着大叔公因为失去了挚爱 伤心欲绝着他才创造了这个世界 并逃脱世俗 由于根据戏中出现的照片中没有小孩 所以很有可能是失去了妻子 醍醐 历史中西方宗教的观点 醍醐是被比喻作耶稣基督 因为在古代 人们相信醍醐在余祸缺乏的时候 为了不让雏鸟挨饿会灼伤自己 以自身血肉来喂养雏鸟 在本戏中的老醍醐也有类似的一段话 因为余祸的不足 所以才开始去吃哇啦哇啦 宗教上因为这样自我牺牲的形象 所以才会被当作是耶稣基督的比喻 而这样为孩子们自我牺牲的形象与精神 也被共济会所采用 但是在本片之中并没有明确的指出 醍醐们有自我牺牲的行动 反而逝去猎食要投胎成人的精灵 哇啦哇啦 所以这又可以联想到另一种形象 宋子鸟 然而这其实是长期以来 某些遗住创作时的物质 把醍醐误认为宋子鸟 根据北欧的传说 真正的宋子鸟应该是欧洲白贯 但在日本这样的文化形象误解似乎不多 所以醍醐代表宋子鸟的推论可能性极低 另外在古日本神话之中 有火宫传说与白鸟传说 而主角皆是 ヤマトタケルノミコト 在火宫传说之中 日本武尊使用草地剑 以斩草并施火树 来击退敌人 这在戏中年轻Kiriko 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击退醍醐 而在白鸟传说中 白鸟拥有传说人士与常识的能力 并且搬于灵魂 所以醍醐极象征着白鸟 这个桥段有可能是以这两则传说作为原型 另外我自己还有另外一个推论 这个我放到最后结论时 会再回头来说 门上写的所代表的意思 我を学ぶものをしす 大部分的论点都认为 这是指醍醐们代表着微小恶意的集合 而学习如此恶意的人 最终等待的就是死亡 这句话也有人推测是 宫崎俊想对新世代动画师的讯息 宫崎俊不希望后辈们只是模仿宫崎老爷 却忘记开拓出自己的风格 异世界的Kiriko和Kiriko老婆婆 根据电影《最后Kiriko婆婆从木像变回人形》 可以推测在异世界之中 同一人可能无法同时以人形存在 在麻糸与苍鹿南半嘴的时候 Kiriko大笑时 其他老婆婆人偶也像在跟着笑一样的震动 似乎是有意识的 不过因为麻糸的时间轴的婆婆们 并没有跟着进入这个异世界 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偶就不得知了 为什么他们会是护身符 也找不到可能的推论 划船人们的象征 在抵达后的醍醐事件之后 所出现的无脸划船的人们 在当时Kiriko曾说出 这个地方王者比生者还多 故可以推断这些人 很有可能是战争的亡灵 麻糸的父亲在吃饭时曾提到说 塞班岛的战况应该可以撑一年 而实际历史上 此战已经进行了约一个月就结束了 最终日军高达约29000人全灭阵亡 也成了美军决定性胜利的一战 并且 一世界的大量船只应该也安喻着 塞班岛之战所牺牲的大量日本海军 瓦拉瓦拉的象征 由于戏中很明确指出 瓦拉瓦拉是灵魂一般的存在 一种看法是 这些可能是战争中孩子们的亡魂 由于他们必须吃的足够饱 才能飞去投胎 因此也有人说是饿死的孩子们 而我认为划船的人们也会 像Kiriko要鱼获来吃 或许瓦拉瓦拉就是这些划船王林们 透过吃鱼使自身进化 最终成为纯净可以转身的形态 也就是瓦拉瓦拉 Kiriko房间的线索 在Kiriko的房间中挂着一件 不太像是他的穿着的洋装 不过没有更多的线索 另外就是一张刮布上 画着有喷火的翅膀生物 此生物身体有点像是一般西方龙的造型 但头部却很像鸟 又因为这个世界大部分都以鸟为主 我推断这也许是不死鸟凤凰 这个线索也许就和Himi可以操纵火焰之力有关 门的号码 关于出现多扇门的号码 并没有确切有力的推论 而与Mahito的时间连结的门的号码是132号 第一种推测是Mahito是Himi的孩子 所以是Himi二世 而Himi发音也对应日文中13的发音 第二种推测也是发音相关Himitsu 对应就是132 且Himitsu就是日文中的秘密 在主题曲《地球移》中的一句歌词中 把门敲开 如同揭露秘密一般 也许是从此歌词所获得的灵感 第三种推测是Mahito的母亲过世已经过了132天 第四种推测是根据过去的报道 宫崎君与林慕敏夫都非常喜欢《方丈记》这本书 这本书是写于西元1212年 而将中间两书相加后集为132 另外Himi与Kiriko世界的人们是559 与日文的Kokoku故国谐音 意味着出生之地故土 似乎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厂屋 在日本古代由于生产会有着大量的出血 所以也被视为不结与污秽 因此会特地隔离孕妇于厂屋之中进行生产的准备 但为什么Natsuko会大发雷天药 与本作有最相似的日本神话是Toyotama姫的故事 传说是海神的女儿风玉姬 她也是初代的神武天皇的祖母 她与来到海神宫的Hori no Mi Koto结婚后 为了生产而来到了海边的产屋 但是活源离命却偷窥产屋里的风玉姬 而意外看见风玉姬呈现出鳄鱼的形态 并且痛苦着 发现被偷窥的风玉姬非常愤怒与羞耻 于是就把孩子留下 独自回到海底治国去了 偷窥产物的部分 也就对应着电影中苍鹿所说的禁忌 风玉姬的反应也就对照Natsuko的愤怒 这个神话的或许是 风玉姬的妹妹Tamayori姫 从海底治国来到人间并养育姐姐的小孩 而孩子成年后就娶了御衣鸡为妻 最后生下了神武天皇 养育姐姐的小孩的故事也呼应了电影中的设定 或许产物姐妹等等的设定 是宫崎老爷参考了这个神话所做的设定 但这个桥段也可以说是这部电影之中最重的一幕 因为看了书深受感动的Mahito 行为也开始转变为别人着想 在这里终于能够放下心中的恶意与自己和解 并懂得如何去爱自己的家人 为什么仓物说Mahito禁去产物是禁忌呢? 在产物的场景中可以看到许多的指锤 这在神道教中适用于神圣场所或是祭祀场所 也没有血缘关系之外还必须是男性 所以Mahito才会被大叔公选上 而另一个备案应该就是Natsuko的孩子 这在电影最后一幕也可以看到Natsuko的孩子就是男孩 如果被Mahito给拒绝的话 大叔公应该是打算让Natsuko的孩子继承能力 所以才需要把Natsuko保护起来不让人接近 另一方面Natsuko来到异世界并在产物对Mahito发怒 这有可能是因为为了保护亲爱姐姐唯一孩子的Mahito 希望Mahito可以离开异世界 所以选择自我牺牲 而这也是Natsuko为什么前往异世界的可能理由 离开异世界后会失忆 依照日本的神隐传说 通常跨过世界之后记忆就会逐渐消失 也因此年老的Kiriko 对于自己年轻时进入过异世界的事情已经遗忘 鹦鹉 电影中的鹦鹉可能同时含有许多的意涵 从电影中他们的行为来看 最容易看出应该是在影射充满欲望的人类 而不停想要吃人的欲望 也安宇着人类的残暴 为了一己之私与欲望 去伤害甚至是残虐别人 另一种推测是 大叔公把鹦鹉群带入此一世界 是为了排除其他侵入者 而在佛教的观点中 极乐世界也就是天国 在那边会出现鹦鹉 因此鹦鹉也同时具有神鸟的意义 在戏中 两只抬着黑米随着鹦鹉大王的鹦鹉手下 途中经过美丽森林的时候感动的询问 是不是来到了极乐天国 因此我认为本系中的鹦鹉是同时具有宗教上的意义的 待会在我的独家推论的时候再来聊聊 而鹦鹉们所拿的牌子有什么意义吗? 鹦鹉所拿的牌子上面所写的DUCH 无法查到一个确实的意思 可以查到的意义除了较有可能的公爵 还有幽灵、鹰等意思 13个石头的象征 在日本网路上最大宗的推测是 龚崎骏历连来到包含这部所有导演过的作品 共有13部 不过龚崎骏参与过的案子非常多 所以也有部分人是不认同这种推测 觉得有点牵强 基于这个推测 这部电影最后的可能意涵是 大树公代表的是龚崎骏本人 在公众前较为正面的形象 而马仪兜则代表龚崎骏怀有恶意较为黑暗的一面 一直以来的作品都以较为正面积极的意义传达给世间 但其实内心对于这样单纯正向的公众期待是有所抗拒 也就是恶意 另一方面马仪兜也有可能代表的是能够传承自己的对象 虽然也有可能是儿子龚崎无狼 但无狼所导演的地海战绩评价不佳 并且在一般的报导中 龚崎骏并不认同无狼有动画导演的才能 所以我并不太认同龚崎骏想传承给儿子的说法 至于深层内心是怎么想的就无法断言了 另一种看法则是要传承给新时代的日本动画师们 而不是要传承给某个特定人物 各角色人物代表推测 故事中对各角色象征的其中一个推测是 Mahito代表的是过去的龚崎骏也代表着理想的自己 大叔公是现在的龚崎老爷 苍鲁是已故的高田勋导演 鹦鹉大王是林木敏夫制作人 提胡代表是吉普利的员工们 制作人林木敏夫一直以来是龚崎骏的左右手 并且也是吉普利重要的推手之一 而最近林木敏夫因为感情私生活发生公私不分 造成吉普利工作室内部发生诸多不满 甚至传闻可能引起工作室的崩解 因此被认为是暗喻电影中的鹦鹉大王 苍鹿在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最开始和马人关系紧张的敌对关系 到后来冒险患难成为互相扶持的朋友 而龚崎骏导演和高田勋导演也有着相近的关系 过去虽然也常有意见不合吵架 但也会在彼此危机时互相帮忙 因此苍鹿被认为是在隐喻高田勋导演 至于提胡被认为是暗喻吉普利员工的原因是 如同前面所说 提胡被认为是自我奉献的象征 就如同是尽心尽力投注爱与吉普利作品的员工们 而衰老重伤的提胡也就隐喻着 辛苦的为工作奉献的动画师们 也就可以想象得到 在吉普利工作室有多辛苦 这个异世界所安喻的意义 其中之一是地狱的六道轮回 所谓的六道轮回 在佛教中共分为了 天道 人间道 修罗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万千生命会因为自己所行的善恶 在此六道中轮回 行善阅读者会越前往天道 而行恶之人最终会进入地狱道 提胡所象征的就是地狱道 小眼对于母亲的释怀 在前一个影片中我提到过 公祺骏的母亲对于小孩管教相当严厉 并且母亲在公祺骏的孩童实习生了一场大病 而长期卧床 使得公祺骏在最重要的成长期较为缺乏母癌 即便她也是步入了晚年的阿公 对于每个人来说 儿时的遗憾与创伤 都还是可能如同鬼魂一般 纠缠自己一辈子 因此Himi可以说是公祺骏心目中完美的母亲形象 善良亲切 活泼开朗 而且温柔 相对于Himi Mahito对于Natsuko的敌意 或许也多少反映出公祺骏与母亲间的紧张关系 在产物中的Natsuko对Mahito斥责的这个场景 也就映射了公祺骏心中母亲最深刻的样貌 公祺骏同时也用这个场景抒发了自己 对于母亲复杂的情感 纵使深爱敬仰着母亲 却也遗憾自己心中有个更期待的母亲形象 如果本来就是守持公祺骏和母亲关系的观众 再听到Mahito愿意说出 Natsuko ka-san 的时候相信一定加倍感动 因为代表着最终 还是愿意放下并接纳这个自己不喜欢 但真实拥有的母亲 接下来的推测则是脑不怕原创的推论 其中小部分也有日本人持有类似的想法 但是大部分几乎没有看到相似的推论 先从结论说起 进入异世界后的一整段故事 几乎就是在影射日本的军国主义 并对其进行批判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项一项解析 看看这个推论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依照大叔公的设定是 Natsuko与Himi的真主父母的兄弟 所以可以推测出 年龄大约是明智天皇的时代的人 约是1852年 在Natsuko解释并介绍大叔公时所显示的他 年轻时的照片 表情与服装竟有几分神似 明智天皇最广为人知的肖像照 大叔公我认为 他就是象征着 从明智天皇以来的皇室 而天外飞来的那块大陨石 所象征的是在幕府末期 日本历史的大事件 黑船来航 而在此事件发生的15年后 明智天皇登基 所谓的黑船来航就是 幕府时代实行常念的锁国政策 不与西方国家有往来 所以在政经文化上 都不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 与科技程度 而在海上一连串 与美国的纷争事件后 美国派出当时最先进的 风帆蒸汽战舰来到江湖 并强行要求日本开国 史称黑船来航 对于常年锁国的日本人民来说 看到西洋最新科技的船间炮里 就有如陨石撞击一般的强烈 并震撼日本 西中的陨石不仅代表着黑船 也代表着欧美先进的科技知识 与文化 而原本的日式载地 就象征着日本与大和文化 陨石的坠落 就隐喻着西方文化 冲击着锁国的日本 接着大叔公 开始利用陨石之力 建造塔楼 甚至是异世界 这也就象征着明治天皇 在接回群里之后 引进大量西洋科技与文化 并彻底改造 重建新日本 在建造塔楼时 所牺牲的人们 则象征 讨伐幕府的那些违心志士 接着蹄虎所象征的是 被派到亚洲各地的征战 殖民的军民 老蹄虎提过 他们并非是自愿来到这个世界 而是被带来的 但却余获不足 而开始吃 哇啦哇啦 这也象征着 向外殖民的日本军民 原本是抱持着梦想 被日本政府劝诱而来 但事实 并不如梦想美好 也没有如此多的资源 可供他们享用 因此必须开始压榨 原本的住民 这也就象征着 烈士哇啦哇啦们的行为 所以门上 学我行为者死 的名文也就是 这些最基层军民 醍醐想传达给 后世人们的讯息 而五脸的划船人们 和前面的推测相同 应该就是太平洋战争 死去的日本军人 再来就是关于 鹦鹉王国的设定 从他们整齐画意的步伐 佩戴军刀 以及对鹦鹉大王的狂热 都很容易看出是 有如军国主义的狂热信徒 而鹦鹉大王就是 军国主义中的 军部主战派 鹦鹉王国的鹦鹉 其实是长尾小鹦鹉 日文是 银骨 在这里我使用日文的名称 银鸽 这是属于鹦鹉墓底下分制的一棵 而鹦鹉墓的鹦鹉 在日文中叫做 奥姆 在日本近代历史中 造成最大创伤的宗教狂热事件 就是奥姆真理教恐怖攻击 是的 奥姆真理教的奥姆 就是日文中的奥姆 不过奥姆真理教的奥姆 是从佛教梵文的六字箴言中的奥姆所借用 日本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虚构讽刺小说 就是在影射讽刺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与军国主义狂热 并没有任何证据指出 龚崎骏可能有读过或是参考过这本书的构想 确实日本当时的军国主义 就如同宗教狂热一般 表现出为国捐躯就是光荣伟大的行为 正在戏中为了被征召出征的人下车行李的描写可以窥见 而奥姆真理教教重 为了达成教主的教义思想 即便牺牲生命 做出违反普世道德的行动 也视为光荣神圣 而所有人都陷在这样的爱国氛围中 即便有不认同这样思想的人 都有可能招致周围的惩罚 所以也无法发生 嗯...好像现在某国也是现在进行事 在戏中鹰哥们聚集 并听取鹦鹉大王致辞时 除了表现出军国主义的热烈状况和氛围 旗帜上的符号 一只十字展开的鸟身 也如同十字架 还有背景房间中也有着教会中常使用的彩绘玻璃 以及进到大叔公楼层的鹦鹉所灿淡到的 这里是极乐天国吗? 这些影像符号都在暗示着 鹦鹉王国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团体 我相信军国主义在宫崎骏眼中就是一种邪教的延伸 对于戏中鹦鹉大王为了世界的稳定 擅自堆起积木 也就是讽刺着军部擅自 挟持天皇全力 意图掌握日本 当然这也导致了日本战败崩解 如同戏中异世界的崩塌 再来谈到这十三块积木所象征的可能是神道十三派 由于神道从日本相当古老的时代开始就已经出现 经过历史的发展 也延伸出非常多的教派 途中因为中国唐代传入的佛教 而使神道教影响力没落了一段时间 甚至还传入了西方的宗教等等 因此到了明治天皇之后 为了将王政复古 而颁布了祭政一制 让祭祀与政治一体化 还有名为神奇观的国家机关管理国内宗教 并且下达神佛叛兰令 令神道教与佛教分离 不得混同存在 最终终于使神道教成为国教 称为国家神道 也为了完整掌握神圈 最终将国内无数派生的教派之中 脱颖而出的最强而有力的13派系 使他们获得国家正式承认 想必其中的权力斗争与制衡是相当激烈 这也就是此13块积木需要获得平衡的设定 并且再度将天皇神格化 让天皇能获得全日本人民的崇敬 藉由天皇神格化以稳定维持日本的安定 也就呼应了13块积木维持异世界稳定的设定 最后大叔公期望马仪都继承这个世界 而马仪都拒绝的这个桥段 我相信是公其老爷想要给现在日本年轻人的一段讯息 希望未来的日本可以摆脱过去的宗教狂热治国的潜在可能 以爱与友情创造一个和平没有战争的理想日本 如果这个推论合理 那么也就使整部电影很完美的前后呼应 反战这个隐藏主题 虽然也有人认为电影开头的火警 只是单纯的火灾并非空袭 片中确实没有看到继续轰炸与人们躲避轰炸的场面 而警报声在我来看确实很像防控警报 不清楚那个年代火警警报是如何发布 在第一次看时我也很直觉认为这就是空袭轰炸 马仪都自己也强调妈妈是在战争后三年过世 所以我还是认为强调这是空袭的可能性很高 以上的推论即使是公其老爷真实的想法 这个话题在保守的日本社会依旧非常敏感 我想他也不可能于公众面前承认 也许就是这样才会在内部试音中说他自己也没搞清楚 这个推论甚至是可能反对天皇制度的论点 可以说是动摇国本 在日本经过战争的老一辈大多非常反战 甚至有相当程度是推崇左派思想的 在战后的年代 左派共产主义在当时也是属于进步且理想的思想主义 而日本战后并没有遭到如当代欧洲共产制度的荼毒 所以日本目前还是有着共产党以及其支持者 公其俊的好友高田逊导演就曾公开支持日本共产党 与其理念并坚决反战立场 而公其俊的反战立场也完全无需质疑 我认为他也是较为支持左派理念的 所以我推论这部电影就是在批评讽刺日本 宗教狂热般的军国主义以及帝制 好了 那么这部影片就跟各位聊到这里 在听完解析之后 你觉得这是不成做吗 还是觉得依旧对不上电波 难以赞赏呢 有什么你觉得认同或是不同的意见吗 都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感想或是你的独特观点哦 不过千万请和平讨论哦 这次的脑部解析就先到这里 这个频道主要会聊日本的动画与真人电影作品 如果你也喜欢日本影视作品 请帮我订阅这个频道 感谢你看到最后 我是脑部爸爸 我们另一部影片见 それじゃ